那再來有一個 這個是齁就是 應該是算不能說的秘密 哈囉大家好 歡迎來到君豪汽車頻道 我是阿國 那我們今天來介紹一台 我覺得CP值非常高的車子 它是只有一年喔 它是我們福特KUGA 1.5旗艦款 那它這台的話 它有什麼特殊身分呢 它就是我們所謂的四乘車 它現在里程數也非常低啊 而且 它受到原廠的保護之下 它的車況是非常的好 那1.5跟2.0 之前好像有拍過 那它有什麼差異 也怎麼從車 從車頭來看 那1.5的話它是 用這種 有四格的一個 投射式的 大燈 那 如果是 2.0的話 就是變成 雙魚眼的配置 那水箱護照的話 本身是比較喜歡這一種的 1.5的話是 方格狀的 那 如果是 2.0的就是 橫條 那它這個車頭 我覺得還蠻好看的 我一直都會覺得說 它這個車頭有點像 保時捷的感覺 然後那我們來看一下 因為它旗艦款 它的 輪圈配置的話是18吋的 那有 行李架 跟全景天窗 好 那我們等一下來看一下車尾的部份 那來到車尾的部份 那它的設計就是 跟 之前都一樣 它這個是改 燈條式的設計喔 那 名牌的部份就是改成 獨裂的 英文字母 這樣子 那它有很方便的 電動尾門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它的 行李箱空間呢 深度是還蠻深的 那高度也夠 那有一個我覺得非常便利的功能就是 一鍵請導 那這個你在 臨時要載貨的時候 非常的方便喔 那後面的話 一樣有12V的插口 OK 那我們等一下來看一下 後座的部份 好那來到我們後座的部份喔 那頭部空間那西部空間這些 這一代都已經很大了 那值得 值得加獎的就是它有一個 後座冷氣出風口 那後面 這邊 也有車充 也有電源的供應喔 有USB跟 Type-C的接口 這個很方便 那它的 果領也是蠻低的 那再來有一個 這個是喔 就是 應該是算不能說的秘密 由一個KUGA來講的話 它原廠有封印度 那目前這台是有解封的喔 它的椅背是可以調整 可以調兩段 那 前後的座椅也是可以滑動的 那它的 空間的配置來講的話 就是它的彈性就很大了喔 好那我們等一下來看一下駕駛座的部份 好那我們來到駕駛座 我們按照慣例從左邊這邊開始介紹喔 那左邊的話就是電動後視鏡收折啊 這些功能都有 那四個的 窗戶都是一件AUTO的 那再來這個 這是什麼啊 BMO影響 這只有在頂級版本才有的喔 其實以這種 影響來講它只要是有排的 它的音質都不會太差喔 那這邊的話 它有 那個後面的電動尾門的 一鍵開啟 那前後日行燈啊 自動 遠光燈啊 這些功能都有 好那再來就是我們看到 儀表的話是多功能儀表 還有那個跟車在這邊 那 因為它是Level 2的 所以它有車道維持 在這邊 OK那再來這邊的話就是我們 資訊目的選項跟那個 很多媒體的控制鍵在這邊喔 好那我們等一下來看一下那個 中間這個部份 好那我們來到 中間的部份喔 它這邊的話就是有一鍵起幣的功能 然後頂級款的話它有HUD 抬頭顯示 這個是非常安全的配備喔 那儀表板的話數位儀表 現在的話我們的胎壓偵測它是 胎內式的 所以每一個胎壓都可以 測量的出來 那目前我們的行駛里程是 5756公里 非常新的車子 那再來的話我們看到這邊 螢幕的部份它是支援 福特Sync3的 的系統 那有導航啊 Android Auto啊 Apple CarPlay這些都是有的 好那我們再來看一下雙均衡溫空調 那這邊有無線充電板 那一樣有電源供應 好的 USB啊 跟Type-C 跟12V都有 那這邊的話 福特新世代的車子是用 旋鈕式的排檔桿 用轉的 那這邊的話它就這台車 常有配備 環景的部份 好 那 那 電子手煞車 Auto Hold 功能 吟有盡有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我們頭頂的部份 全景填窗是一個很浪漫的配置 那如果在 那個晚上都要看個 星空啊或者是 你要通風來使用 都很OK 好那如果我們對我們 庫嘎有興趣的話 我們資訊欄就給它打在這邊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